曾經在國際影展上 報回好幾座最佳動畫獎項的導演姚江 他和製片妻子江宜儒 今年以動畫作品《貓年海岸》 入選阿爾巴尼亞納拉國際影展 還有美國芝加哥國際影展 這部作品是以十二生肖競賽失敗的貓為主角 看他如何從種種遺憾當中 找到和遺憾共存的模式 並建構新的歸屬感 貓先生因為怕水 所以在十二生肖競賽失利 帶著人生遺憾 長年居住在海邊 但這樣的生活 在他從廢棄與船上撿回女嬰之後 逐漸改變 動畫作品《貓年海岸》 從貓先生的遺憾出發 尋找可以和遺憾共存的模式 用心靈的情感和優質影像搭配 讓這部作品 相對入選阿爾巴尼亞納拉國際影展 還有美國芝加哥國際影展 而且畫面中有很多靈感來源 都是製片張宜如的故鄉恆春 海邊的硝波塊 排列組合起來 它其實是台灣的感覺 萬里同那邊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熱門恆春的海岸 但我覺得那個海岸對我來說有還蠻深的情感 貓先生的家的房子的上面還有一個女兒牆 然後那個風的感覺 就是恆春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是重要 我就自肥啊 就跟他說一定要放進去啊 整部作品歷經了三年多時間打造 除了探討生命中的遺憾 還有對故鄉的豐沛情感 更讓台灣的風光以動畫方式 躍升到國際舞台 藉著草原軍裝置成夢招全 台北屏東報導